看我新品大人 有一晚也没有关照 嗯 自宅关照 出来的家 嗯 准备 明天准备在家包饺子 所以说家里剩的一些菜 今天晚上就都给他用了 准备拌一个白菜 再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再来一个比较清淡口味的小白菜炒鸡肉 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 前一阵子 我不说周六可能少干一些工作 多陪陪老婆吧 然后有一些朋友劝我说 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可能消费会高一点 还是多攒一点钱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有道理 然后我上网 就是看了一看日本 就是家庭到底一个月 平均消费是多少钱 我之前更新那个视频 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现在如果算是房租的话 差不多一个月的生活费 是18万元 但是里面没有添加交通费 也忘记了把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 什么的钱 家里面 所以说如果都家里面的话 差不多一个月可能要22万日元左右 两个人的生活没有孩子的情况 网上的日本人的平均生活费 是26万日元 然后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情况 也就是四个人 一个月的平均开销是31万日元 大家可以看出来哈 有两个情况 四个人 只比那个两个成年人生活 每个月多了5万日元 因为日本孩子的话 到高中或者到初中 看病都是几乎免费的 然后小学或者初中呢 上学也几乎是免费的 所以说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两点 上学看病如果几乎都是免费的话 相对来说养孩子的成本 真的是减轻不少 另外呢就是孩子嘛 肯定要学一些兴趣爱好什么的 日本兴趣爱好班都挺贵的 可能一个班要15000到20000日元左右 一个月哈 但是如果孩子想学钢琴的话 老婆可以教他钢琴 然后我会教孩子书法 然后我也会教如果孩子对吉他感兴趣的话 我会教孩子一些入门的吉他 所以说兴趣这方面呢 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 所以我跟我老婆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按部就班的话 其实未来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生活不用那么紧张 就是随意的该努力的部分努力到了 我觉得就足够了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恩典吧 之前有视频就是 我跟我老婆一起在百元店 老婆买信封 买便签买胶带 然后我也说过老婆特别喜欢优衣库 从小到大就特别喜欢在优衣库买衣服 然后就有的朋友会留言说 我拉低了老婆的生活质量 其实这种留言吧 其实我真的挺无语的 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 因为老婆觉得 买一个便签买一个信封 在百元店足够了 为什么非得要去高大上的地方买呢 还有优衣库就足够了 并且优衣库在日本也非常的火 为什么非得要去高大上的地方去买衣服呢 难道不追求那种高物质高生活质量 就要受到批评吧 其实我的视频呢 就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就是再加上我跟我老婆也就是 不是很喜欢去追求那种物质的生活 就觉得平平淡淡的就足够幸福了 所以吧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不能够要求别人都像你一样的生活质量 另外生活质量这个定义吧 每个人吧定义都不同 比如土豆啊蔬菜啊水果啊 有的超市便宜有的超市贵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当然会去便宜的超市去买菜对吧 你不能因为我去便宜的超市买菜 你就说我拉低了生活质量 每个人啊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老婆回来了 给她买了果豆 你喜欢的吗 东京的妹夫好像感染那个疫情了 前一阵子我小弟也感染了 但是其家人其他人都没事 所以说这个疫情啊也挑人了 看来 小金家的晚餐出炉了 小妹上班了 开饭了 足够放入 很认刀 你吃了一天嗎? 我家裡經常做的 對,我吃了一天 我吃了一天的餃子 嗯? 我吃了一天的餃子 嗯 媽媽的餃子很美味 明天吃了餃子 嗯 我都要排骨 要製作方法 一人有料 一人加上去的一份 蜜蜜、白菜、蜜、大葉 大葉也要做 好吃 那這幾個是一種類 一種類的一種類 第一種類是白菜 一種類的一種 是很像 那我猜測到 香菇预告 7月1日後吃了 我有一台唾涼的 我是用了7月1日前吃了 但是仍然売行 我照顧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 Titanic 有没有见过 我看不見 我去的那些店 我去的店 我去的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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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汁是不容易的 我去的汁是不容易的 可以嗎? 嗯 大概60度左右 對嗎 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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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什麼做的呢? 写照 完成了嗎? 完成了 今天完成了 但是,其實是 月曜日 可以完成了 好 現在知道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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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вал 看到 итоге 是 不使用鼻 安 安 看 看 看 歌舞安 关 关 关注 关注 记得关注哦 记得关注哦 もう一回読んで 看 看 看 我是 品 品 的 人 人 人 看 我视频的人 看 我视频的人 我视频的人 平淡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 今日何天过来 明天我听过来 我听过来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